第1190章 禁碑 荒殿深处天际之上两道流光略来,最后在那天空上献出身来,正是林栋与应欢欢两人。 林栋望着这片熟悉的山脉,那三年前的姨沫沫也是自脑海中浮现出来,旋即他冲着身旁的应欢欢一笑,说道 还记得当年你和我打的赌吗? 应欢欢欲守将耳畔的一缕发丝挽起,旋即他红唇微泯,笑道 你也太记仇了吧,而且那时候谁让你那么不识好歹,有着天殿让你进,你却偏要进荒殿,真是不是好人心。 林栋笑了笑,当年的事情如今想起来却是那般的让人怀念。 在林栋两人出现在这里之后不久,那遥远处也是有着道道光有略来,旋即那应玄子、小雕等人也是尽数地赶了过来。 你们是要…… 应玄子看着两人,目光看了眼那大帝,看着模样,他竟然也是知道大荒无碑的情况。 是我告诉爹的。 一旁的应欢欢轻声道。 大荒无碑内那一魔王不好对付,若是让他逃出来,道宗必定首当其冲,伤亡惨重。 林栋点点头,这种事情对于道宗而言颇为的严重,身为一宗长教,应玄子自然是要知情才行。 长教,你们待会儿便在这外面布下阵法,万一有任何的东西逃出来,立即抹杀。 林栋沉声道。 赵岩所说,那大荒无碑内所镇压的,应该是一尊实力达到二重轮回节的真王。 如果到时候让这东西趁机逃了出来的话,将会是一个极大的麻烦。 小雕,助力大长老,你们也协助一下,绝不能出差错。 林栋也是看向小雕等人,面色凝重。 另外,悟道师叔,请湛医将荒店弟子撤向其他店。 硬欢欢美目,投向那赶过来的吴道,也是开口说道。 吴道见到他们这个阵仗,也是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,当即应了一声,迅速撤退,去疏散着岛宗的子弟。 临动见状,这才微微点头,玄机眼神凝重地望着下风的大地。 脚掌重重一跺,一股旁博的力量直接是透过虚空传进了大地。 随着这股力量冲进大地,这片山脉顿时激烈地颤抖起来。 那大地上的一道巨大的裂缝缓缓地撕裂开来,而后,一座巨大的古老石碑便是缓慢地自那裂缝当中逐渐地升起。 而就在这座古老石碑破地而出时,这天地间竟是突然刮起了阵阵阴寒之风,隐约间仿佛有着七力之声响扯。 这般异象也是令得灵动心头微微一沉。 看来这三年来,大黄雾碑被磨系侵蚀得相当严重啊。 古老石碑最终是突破了大地,彻底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中。 灵动视线望去,那双掌也是忍不住地紧握起来。 如今的大黄雾碑那庞大的碑面上布满着无数的黑色的磨纹。 这些磨纹犹如人体的脉络般遍布着石碑之上,一种近乎死亡般的喜稀,缓缓地自石碑之上散发出来。 在这石碑上出了这些犹如心脏一般缓缓跳动的磨纹脉,表层还覆盖着一圈圈厚厚的冰层。 冰层之上蓝光闪烁,这倒是将那些磨器遏制了一些。 现在的我,只能帮它将磨器的轻蚀遏制一些。 硬欢欢轻声道,这些冰层显然是它的手柄,不过这大黄雾碑中的那尊真王显然也是极为的厉害。 因此凭借着它现在的力量,也是没有办法将其抹除。 已经足够了。 林栋认真的道,如果不是硬欢欢出手帮忙遏制这磨器的轻蚀的话,恐怕大黄雾碑也坚持不到它回来。 现在怎么办? 硬欢欢问道,我要进入大黄雾碑之内,在那里将这尊真王解决掉。 林栋道,只有将真王彻底的抹杀,这些磨器方才会消失,大黄雾碑方才能够恢复过来。 我陪你去。 硬欢欢毫无犹豫地道,那大黄雾碑内的一蒙王极为的厉害,林栋一人前去,她并不放心。 林栋文言微微犹豫了一下。 我现在的实力并不弱于你,可不会再拖你的后腿。 见到她的犹豫,硬欢欢顿时轻哼了一声,说道,林栋苦笑,略作沉吟也是点了眼头。 如今的硬欢欢的确是金飞其比,真要是动起手来,她也不见得能够胜过它。 此行触摸危险性不小,有她跟随或许把握的确会大一些。 那好吧,这一次我们便联手出摸。 听到她这样说,硬欢欢方才满意地点了眼头。 诸位,外面就交给你们了。 林栋再度地对着小雕等人提醒了一声,然后对着硬欢欢伸出手来,后者见状,脸颊微红,接着将自己那迁细的玉手送入了她的手中。 小雕落进林栋掌心中,一种冰凉散发出来,犹如一块万年玄冰,寒气渗入骨。 唉,林栋的心中轻踏了一声,眼中略过一抹联系,那握着硬欢欢的小雕的手掌逐渐地用力,似是想要将那冰凉的手给暖起来一般。 走了。 硬欢欢觉朝到她的举动,微微失神,旋即偏过头去,眼眶似是微红了一下,旋即轻声称道。 林栋一笑,身性一动,两人便是化为一道流光,直奔那大荒芜碑而去。 而就在他们身体接触到大荒芜碑的刹那,杯面泛起道道波动,两人的身影一是消失不见。 进入大荒芜碑,黑暗立刻地犹如潮水一般涌来,旋即林栋轻轻紧握了一下,掌心中冰凉的手。 冰蓝色的光亮突然散发出来,将黑暗驱散而去。 林栋偏头,只见得硬欢欢另外一只手抬起,在那修长的指尖处有着一盏冰灯凝聚而成, 柔和冰凉的光芒,正是那冰灯之中散发出来的。 硬欢欢望着这片黑暗,美目中却是寒芒一闪,淡淡地倒。 这种把戏,会不会太小看人了? 花音一落,只见得一朵庞大的冰帘自两人脚下浮现出来,旋即冰帘旋转, 无数道花瓣爆射进入那黑暗当中,紧接着有着叨叨凄厉的丝鸣之声响起。 花瓣爆碎,形成光斑散开,林栋目光一扫,只见得在那黑暗当中, 巫术道黑暗的巨蛇盘踞,那蛇童当中,弥漫着邪恶的魔气, 死死盯着两人。 林栋缓不踏出,眼瞳当中,雷芒闪烁, 旋即雷鸣之声,猛得自己体内响彻而起, 只见得这黑暗当中,雷云凭空凝聚。 吓一霎,巫术道雷霆疯狂地降落下来, 整片黑暗的世界在此时变得耀眼与狂暴起来。 雷亭准服? 硬欢欢望着那在林栋体内散发出来的奇特波动, 眉目中不由地掠过一抹惊讶,轻声道, 嗯,在洛门海里得到的。 林栋笑了一声,然后他望着那黑暗的深处,说道, 看来大黄鹿杯已经被压制了, 这杯内的空间都已经被那针王掌控了。 破了便是。 硬欢欢御手一卧,突然有着无尽的寒气凝聚起来, 而后竟是在其面前化为一架犹如寒冰般的骨征, 其玉手落下,勤旋波动。 琴声响起,只见得一道滔天的蓝色冰波梦得自骨征之上席卷而出, 冰波席卷间竟是化为一只庞大的冰凤, 清澈的凤鸣之声响彻热遍黑暗的空间。 冰凤掠出带起滔天的寒气, 最后冲进那萦绕着无尽魔气的黑暗当中, 最后砰的一声,爆炸开来。 无尽,冰封。 冰冷的声音自映欢欢嘴中传出, 旋即林洞便是眼神威宁地见到, 那些肆虐霸道的一磨气, 竟是在此时尽数地凝固起来, 化为倒倒黑色冰雪, 最后砰的一声彻底地化为虚无。 黑暗在此时以一种惊人速度退去, 林洞两人步伐加快,追逐着那黑暗而去, 如此半晌之后, 步伐开始缓缓地停下, 那望向前方的目光逐渐地冰冷。 在那遥远的前方, 黑色的赤地蔓延开来, 在那赤地的中央处是一座黑色的石碑, 那座石碑正是以前林洞所见到的大黄无畏的碑林。 不过此时, 林洞的目光仅仅只在石碑上停留了一下, 便是缓缓地移上, 因为在那石碑之上, 他看见了一道盘坐的身影。 真是好多熟悉的味道。 石碑上, 那道魔影也是缓缓抬头, 一对赤色的眼瞳, 邪恶之急, 其中仿佛是有着无尽的暴力涌动。 他拿尖锐的手掌抓在石碑之上, 指甲划过, 便是在石碑的上面留下道道身痕。 那道魔影盯着林洞, 那对魔童显然是在此时缩了一缩。 吞噬祖符? 雷霆祖符? 哈哈哈哈, 真是有本事, 竟然能够降服两道祖符。 一尊两重轮回结得真亡而已, 未免嚣张过头了吧。 映欢欢冷笑道, 魔影的魔童转向映欢欢, 这一煞, 林洞能够觉察到他周身魔气剧烈地波动了一下, 那眼瞳中仿佛有着滔天的恨意, 以及一丝隐藏着极深的惧怕。 果然是你, 兵主! 魔影尖锐的声音响彻而起, 看来你也轮回转世了, 不过看你这模样, 你的力量似乎还没有完全的苏醒啊, 这样你也敢在本王面前消长。 魔影又是仰天惊笑, 说道, 正好, 趁你力量并未完全苏醒, 将你斩杀, 看着天地, 还有谁能够挡我族之路啊。 林洞的脸庞上, 有着一抹微笑浮现出来, 只不过那笑容之间, 确实弥漫着冷冽寒意。 下一霎, 他那双瞳当中, 黑芒雷光同时涌起, 浩瀚地波动, 扑天盖地的席卷而出。 被封印傻了吧你, 今天谁傻谁还不一定呢? 我应该有点兴趣的席卷而出。